好像什么神风学院 吃火学院 还有雷霆跟天水 号称什么四元素 说着来跟咱们学院切磋比试 不就是来砸场子的吗 他们可来不少人呢 学长 一共三十多个 弗兰德院长 大师他们的 这乱哄哄的 没人主持局面吗 哎呦 是您回来了 唐三学长 他们来的还真是时候 大师不在 弗兰德院长 刘二龙副院长 赵无奇副院长 他们带着一批达到三十级的学员 去猎杀魂兽 取婚玩去了 三哥 咱们进去看看 这四所学院 可都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这回一起来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哎 难道是五魂殿受益的 应该不是 五元素学院中 只有向甲宗 是五魂殿的走狗 剩余四个 应该是保持中立的 走吧 先进去看看再说 嗯 我是一个个的 都过一半战了 都来了啊 高手来了 看小爷怎么收拾他们 马洪俊真一喊 顿时引人侧目 史莱克学院的人 都认识他和唐三 顿时给他们 让出一条通道 哈哈哈哈 小爷当是谁呢 原来都是老熟人呢 怎么着 当初输给我们不服气 今天特意过来 砸场子是吗 好久不见了嘛 洪俊 哟 小五也在 你们史莱克学院 其他人呢 冯小天 少跟我废话啊 要是砸场子的话 话出道来吧 我们思源素学院 受到天斗帝国皇室 邀请将迁到天斗城 大家都是熟人了 今天我们这不是 来打个招呼吗 我呸 你们不是来打场子呢 为什么硬传我们史莱克 就是还打伤了我们门外轮持的学员 那只是个误会 是我们的小学员一时冲动而已 误会 那我们要是把你们学员的人打了 是不是也算误会了 马洪俊一看他们俩也来了 顿时乐了 哼 不服气的话 你们就叫上史莱克七怪 跟我们打一场就是 谁输了 就向对方赔礼道歉 小五 兴奋的大叫声中 宁容容宛如乳焰 头发一般扑了过来 目光空洞的小五 被他这一抱吓了一跳 眼中流露出了惊慌之色 但他的情绪 很快就稳定下来 真的是小五 四二 这怎么回事 小五这是怎么了 看上去不大对劲啊 机缘巧合 我得到了一件天才地宝 给小五吃下去之后 他的身体恢复了人性 应该算是彻底脱离了受体 只是恢复的 只有小五的身体 现在的小五 没有灵魂 只有一些本能的反应 好了 先不哭了 我们先处理眼前的事 怎么 你们史莱克七怪 胆怯了吗 霍五 想怎么比试 你们说就是 我们奉陪 我们下期再见